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薩達傳說王國之類 我是莫為 上期的影片裡面 我們走到風之神殿的門口 今天我們要去寫風之神殿 我們出發囉 我們就用這個彈簧床這邊彈上去 然後 用丘莉的能力飛到另外一個彈簧床上面 風之神殿就在下面 那我們就不要碰到這旁邊的暴風 然後從暴風中間的洞裡面飛進去 像這樣 這樣我們就來到了風之神殿 我們來了 超帥的天鳥船出現了 丘莉說太驚人了 他在雲城裡面看到就是這艘船 這就是童謠中的天鳥船 然後他看到薩達公主 丘莉正要飛上去的時候 薩達公主居然不見了 然後丘莉發現這個船的下面 有很多很多的暴風 他說 這肯定就是他了 折磨我們村子的暴風雪 就是從這邊 這個船的中間吹出來的 那除了要調查薩達以外 我們要去解決村子的暴風雪的危機 我們就跟這個裝飾互動一下 跟這個裝飾互動以後 機器就開始運作 但是發現 機器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有個地方卡住了 這個時候丘莉聽到一個聲音 聲音告訴他說前面的甲板沒有舞蹈所 你要擠開風雪神殿的舞蹈所 下面原型的門才會打開來 然後這個聲音把舞蹈所的位置 標在地圖上面 我們就開始來解瘋痴神殿 我們從這邊走 有瘋的這個地方 往前面走以後 你會開到兩道門 左邊這道門比較容易開 我們就用救急手把它開了 裡面有個兵隊魔像 他蠻厲害的 你就用你的 比較厲害的武器來打他 送他回家 然後他手上會有一個 火的武器 火龍頭槍 把它拿了 等一下我們可以用 這邊有個寶箱 裡面有蛋白石 大家也可以過來拿 這木箱裡面我猜是有木箭 不要錯過了 我們很需要用箭 拿這個房間的木箭 拿了寶箱 拿了火的武器的話 我們就要另外一個房間 如果你到這個房間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房間的門沒辦法開 因為我們的把手壞掉了 解決的方法就是用你的 救急手把冰塊拿過來 跟這個把手做連結 不用黏得太好 黏好 黏住就好了 然後用救急手 把冰塊掰開來 這樣我們就可以到了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是我們的第一個鎖 大家等一下有一下耐心 等一下丘莉 他過來的時候就跟我們互動 他說 你快看 這個鎖像風車一樣 這個是風之神殿 所以我們解開鎖 就是要用風的能力 解開這像風車的機關 就是解開一個鎖 這樣我們寫第一道鎖 還有四道 要找出四道鎖 那我們繼續去找鎖 我們繼續去找鎖 我們繼續去找鎖之前 我們往右邊這邊看一下 這邊有個冰塊 那之前我們拿到這個火的武器 我們就來換火的武器 火龍頭槍 剛才拿到的 把它熔了 裡面有木箭 還有 弓 我們把我們爛弓丟掉 然後拿比較好的弓 我們去繼續解下一個 鎖 在這邊 剛才我們去了兩個房間在下面 我們先要去兩個房間上面的建築物這邊 沉著風上去 我們先要去兩個房間上面的建築物這邊 沉著風上去 然後跳下去 然後跳下去 記得不要被雷射打到 像這樣 我們就到下一個房間 下一個機關 用圈圓能力解開下一道服 然後我們往回轉 這邊有個寶箱可以拿 裡面有 冰對刃 我就不拿了 大家如果沒有什麼武器的話 可以拿兵對刃 接下來我們往右邊 往右邊靠 因為上面有些雷射 我們往右邊靠的話 就不會被雷射打到 成這樣 這樣一路飛上去以後 我們往右邊走 這個方向 下面有冰塊的方向 跳進這個房間裡面以後 我們看到裡面有寶箱 如果你想要解這個寶箱的話 你要用你的火龍頭 或是用任何火的武器 把冰塊打掉 然後用你的救急手 把門打開來 就可以拿到裡面的武器 我們是百分之百的攻略 每個寶箱都要拿到 裡面有盾 拿盾以後我們就通天術上去 後面就上去以後 你看到一個怪 你把他嚇到了 回家吧 好醬 然後我們往左邊走 這樣 封在這個地方 我們往這個方向 這個地方有一個大炮 大家小心一點 我們目標是要拿這邊的寶箱 拿完寶箱以後 我們馬上轉回去 裡面有強弓 我換這個爛弓 換成強弓 然後我們往這邊走 這邊有一個船 我們到船的下面 然後通天術上去 然後我們 不要被 炮彈打到 到下面這個門這邊 到這邊他就不可能打到你了 如果他真的要打你的時候 你可以用 逆轉乾坤 把他的炮彈逆轉回去 打他 很刺激喔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武器換成 紅寶石杖 或者你用任何的方法 把這個門打壞也可以 用炸彈箭 或是用剛才那個火龍頭 火龍頭應該也可以 這樣 火龍頭把它打壞也可以 這樣我們就進來了 進來以後 你會發現有一些 蝙蝠 把蝙蝠先殺了 然後我們來拿前面的寶箱 前面的寶箱的話 在 牢籠裡面 要怎麼樣拿到這個寶箱 你可以用你的弓箭把 這個大冰塊打下來 一個冰塊應該就夠了 那如果有兩個冰塊的話更好 把兩個冰塊黏在一起 把兩個冰塊黏在一起 然後 把它放到這邊 穿到洞裡面去 去黏我們的寶箱 你要有寶箱以後 我們把冰塊吸起來 把寶箱吸出來 你說這裡面有什麼好東西 有藍寶石 大家可以過來拿 然後前面有個機關 我猜這個機關就是要用倒轉乾坤 怎麼就倒轉乾坤一下 換我 他蠻厲害的 有結石木棒我就不拿了 我們來把這個門打開來 用我們的救急手 接下來這邊有一個齒輪 不過另外的齒輪沒有在動 我們就打下這邊比較長的冰塊 用我們的救急手吸起來 我們黏在 這個會動的齒輪上 會動的齒輪 帶動不會動的齒輪 這樣我們就把門打開來了 這裡面就我們的第三道鎖 第三道嗎 丘利沒有要過來嗎 太不積極了 我們解開第三道鎖以後 我們從旁邊這邊爬上去 一點點木戒我都要貪 然後從這邊有一個 彈荒床的地方 彈回我們剛才的船這個地方 我們剛才跳下來的地方 木棒還在 這樣 旁邊是噴氣的地方 我們往這邊走 這邊有秋秋把它打爆 除了秋秋以外 還有一個寶箱可以拿 在這邊用我們的火龍頭 來噴這個冰塊 裡面就有寶箱 有 其他我沒有去的地方 你就不要去了 因為那邊也沒有寶箱 我去的就是 有寶箱的地方 拿了這個寶箱以後 每一個寶箱我都拿了 百分之百的攻略 我們就往前面走 這邊有一個 寶箱在這邊 好 這樣 拿了寶箱以後 我們往回走 這邊有一個入口 當然不要被大炮打到 進去以後 把這些蝙蝠先殺了 殺了以後 下面有一個洞 這邊 這邊 這邊我們下一個裝置 這是我們第四個裝置了嗎 丘莉呢 好 第四個裝置成功了 我們還是最後一個裝置 大家跟我走 旁邊這邊有 然後 木劍可以拿 然後我丘莉回復了嗎 等一下丘莉 丘莉回復以後 我們從這邊走 然後拿這個寶箱 我這條路應該是最順的路 然後這邊應該也有寶箱 接下來 兵隊魔像 剛才我們沒有打到的兵隊魔像 終於碰面了 好 好 再見 不曉得他的攻勢比較好 我把我的爛弓丟掉 問多五的爛弓啊 丟掉 拿強弓 那這個地方有寶箱 那這個地方有寶箱 大家可以過來拿 跳過那個 雷射 那裡面有 紅寶石 有寶箱 蹲下來 我們繼續往前面移動 剛才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是 跳到下面 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剛才跳到下面 去解一個機關 那下個機關在我們的前面 那你可以直接用風 丘莉的能力飛過去 用風的能力飛過去 但是我們可以 通天樹上去 我覺得從上面飛下去 比較簡單 然後左邊有一個怪 把他殺了 像這樣 把他紅寶石拿了 再借 把他殺了以後 我來拿他的弓 他的弓應該比較好 我的弓很爛 把他丟掉 這也是 也是一樣 爛弓 拿了他的弓以後 沒有拿他的弓以後 我們往這邊走 因為我們救急手 把這個門打開來 現在打開來其實沒什麼用 但是我們是百分之百的功率 所有可以開的我們都開 所有可以拿的我們都拿 拿了這個以後 我們就把我們自己傳上去 這邊 傳上去我們下一個裝置 在拿下一個裝置之前 我先把 這個石塊拿起來 裡面有寶箱 寶箱裡面有 隊長利刃 我就不拿了 拿好了啦 這個伍的快壞了 馬上拿了就後悔了 這要怎麼打開來 我可以用 錘子把它打壞嗎 可以拿到木箭 然後你來到這個房間 你就用你的救急手 把這個板塊拿起來 然後把它黏在這邊 然後用你的丘莉的能力 用風吹它 然後從這邊上去 欸不行嗎 可以可以 用風吹它就可以 那如果你發現 用風吹它不行的話 你就先 用救急手移動它 我在練習的時候 是用救急手移動它 然後用倒轉乾坤 然後就可以把門 打開來了 但是這是風的神殿 最好還是用丘莉的能力 比較好一點 然後上去 我們會遇到一個怪 我們先準備好我們的大棒棒 為什麼你知道我在這裡 因為我有看未為的攻略 這是最後一個 這是最後一個 機關了 最後一道索 這樣五道索都打開來了 這樣就可以打開甲板門了 在打開甲板門之前 不要忘了這邊 還有寶箱 裡面有一個矛 十五的 就這樣 這個好了 現在不用火龍頭槍了 冰塊都被融化完了 那這就是這一集的 薩爾達投尊王國之類 瘋的神殿我們解完了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玩遊戲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霍為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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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